中风大战两点 这个队战我们太熟悉了 非常经典 今天我们拆一个超级型的西游鸡布人 第一代 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物 牛魔王 杨简 孙行者 还有六二迷猴 总共七个人物 隐藏的话就占了两个 大隐藏是齐天大圣 小隐藏是哪吒 金甲披身 真的太帅了 我先看第一个 是小隐藏哪吒 三台海会大神哪吒 面目表情做得很好 怒发冲冠 六个手臂也有还原 这个我非常喜欢 而且都是灵活可动的 拿上他的火箭枪和乾坤圈 一个四帅 那要是每个手都拿武器 那不更厉害了 第二个 孙行者 相比齐天大圣显得朴素了一些 不过还原度还是挺高的 小帽子 紧箍肉 紧箍棒 干有的都有 第三个 金翅打同雕 这可是为数不多的 能打败孙悟空的人物 这翅膀 武器和盔甲 都有还原 不过武器是不是短了点 大鹏鸟 尝尝啊老孙的厉害 第四个 杨简 孙悟空的死对头 台甲和武器 也做得非常的丰富 还做了一个披风 这样显得更霸气 二狼神 让我们决意胜度吧 第五个 六尔迷猴 这个非常接近 黑神话悟空里的 孙悟空形象 一身黑色 看起来比较邪恶 你这冒牌货 看打 六个 牛魔王 一身古铜色 很霸气啊 就是这个表情怪怪的 一脸的幻笑 怎么感觉有点像洗洋洋呢 六盒 我们全部拆完了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